好的前方就是木法生存里边的最后一个城市乌托邦 可以看到啊这个规模还是特别大的 但是这个楼体支离破碎 很多楼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那么这座城市究竟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 来到码头之后我们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幼狗啊 这个幼狗的话的攻击还是特别好躲避的 但是他会跑啊 只要受到伤害他就会跑 这一点还是特别烦的 来 来 一共三刀应该就可以解决 三刀没有解决 再来一刀 来 来 好的解决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 哎这边好多幼狗先把幼狗解决一下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收集电缆 然后把所有的电路都串联起来 有很多地方我们上不去啊 所以只能靠这个搬箱子来上去 一共收集五根电缆 就可以把这个线路串联起来 最后一个任务的解谜过程比较多啊 如果有特别繁琐的过程 我尽可能的给大家跳过了 要不然的话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我们先接电缆 接完电缆之后我们还要去解谜 好的 这是最后一个电缆 把这边拉过去 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个任务了 房子的下边有一个字条 然后上边呢 有一幅画 这个画的话看不懂啊 这边有一个门 需要三个密码片段 我们才可以打开 我们捡上这个铲子 然后呢就开始去找密码了 这些密码全部都在图里边 只要三个啊 全部收集到就可以了 好的 三个密码片段 全部都收集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过程 特别特别的繁琐 这边有个转盘啊 一个进水口 一个出水口 我们需要把这个管道全部都进行连接 一共有三个转盘 这个东西我感觉是特别特别麻烦的 所以下面的过程就给大家跳过了 好的 兄弟们 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我们的管道已经连接好了 这边的话是进水口 水流从这边过来 然后一直从这边出去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管道一直向前走 发现这个管道进了这个蓝色的房子里边 然后呢 下面有了水 里边有个东西就会浮上来 对就是这个东西 二氧化碳过滤罐 我们拿上这个东西就可以去房子里边了 好的 使用密码片段 我们进去啊 这里边是有一个蓝图的 先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剪一下 这边有一个蓝图 一个金币 蓝图是大背包 这个背包的容量是特别特别大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鱼叉 我们拿上之后 咱们就可以走了 我们上来之后 直接使用这个鱼叉 还有过滤罐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发射 到了对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乘坐滑锁 然后就过去 好的 我们走 来到这边之后 有一个钥匙啊 带上 咱们就可以走了 从这边出去 然后搭成滑锁 到对面就可以了 过来之后 我们需要开启这个大门啊 但是需要两把钥匙 我们现在刚才捡了一把 还差一把 所以我们还需要在周围搜挂一下 这边的话 好像是一座监狱啊 有一个字条 还有一个钥匙 那我们现在就两把钥匙了 咱们就可以去开门了 对了 这个监狱里边 好像是关着一些村民啊 我们之后通关了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村民放出来 好的 使用两个钥匙开门 芝麻开门 OK 咱们进去 进去之后 我们直接上电梯啊 直接上22楼好像 按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金币的话 剪不剪都行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 然后我们从这边一直向前走 我们跳在这个箱子上边 然后拉下这个拉杆 什么拉杆 拉下这个东西啊 绳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去了 进来之后 这边有个锤子 我们剪一下 然后前方有一个电梯 但是这个电梯坏掉了 需要一个齿轮啊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齿轮给运输过来 这一过程还是特别繁琐的 已经是第二天了啊 兄弟们用锤子 把这个锁给它敲掉 然后我们进去 进去之后 这边的话 哎 这个东西兄弟们 它就是最后的boss 它就是幕后黑手 这个东西坏得很 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无敌的状态啊 一会儿我们要干它 好 我们现在先解谜 这边的解谜 虽然说比较繁琐吧 但是很简单啊 这边放一个齿轮 然后对面呢 放些配重箱 让它们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 OK 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达到了一个平衡 我们跳过去 跳过来之后 带上一个齿轮 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这个桥就会落下去 插入齿轮 好的 我们接下来还要做 反复做两次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齿轮给运输过去 好的 最后一个齿轮 我们把它放在托盘上面 咱们就可以乘坐电梯了 OK 搬上齿轮 然后咱们进去 这个电梯啊 终于来了 齿轮 好的 给它放上去 那么现在的话 电梯就可以运行了 我们上去 上来之后 我们把箱子给它摆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最终的boss了 但是打boss还是比较麻烦的 特别费时间啊 而且我们还要解锁很多科技 我觉得一期可能是做不完的 所以我们把打boss 还有解锁的科技 留在下一期 那好 兄弟们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